大家好,我是佳佳 相信有许多人对于宫崎骏的电影一定印象深刻 他有非常多的作品 像是《风之谷》、《魔女在即变》、《龙猫》、《天公之城》、《神隐少女》等等 而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流传在日本一则都市传说 这个传说是关于吉普利工作室在1988年推出的动画电影《龙猫》 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对这部动画非常有印象 小时候我记得我的家人还曾经买了电影的音乐原生带给我妹妹 当时只要一听到歌曲中出现 动画的情节马上就会浮现出来 动画的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 描述一位大学教授带着女儿小月跟小梅 搬到了乡下一座森林旁边的旧房子当中 方便就近照顾在附近医院里住院的妻子 搬到新家的小月跟小梅 在这个新环境里竟然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生物 而这些生物似乎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像是黑黑小小的灰尘精灵 还有会隐形的小龙猫 奔跑速度超快的猫巴士 以及森林守护者大龙猫等等 使他们的新生活充满奇幻神秘 还有多彩多姿 有一天妹妹小梅听到住院的妈妈忽然病情恶化 因此着急的准备一个人到医院去探望妈妈 结果竟然在半路失踪 姐姐小月得知之后呢 赶紧和村民一起寻找妹妹的下落 而在大家片寻不着的情况下 姐姐小月决定去找大龙猫帮忙寻找妹妹 后来身为森林守护者的大龙猫 不但找到了妹妹小梅 还带着两姐妹去到了医院的窗口外 让他们可以偷偷的探望妈妈 得知妈妈的病情稳定之后 两姐妹还送上玉米 祈求妈妈早日康复 整部动画其实有着满满的奇幻感跟温馨感 而当时这部动画里面的奇幻生物 像是灰尘精灵、大小龙猫、猫巴士 几乎是风靡全球 是很多人喜爱的卡通生物 那为什么这部温馨的动画 却和今天要分享的悬案有关呢 因为日本的都市传说流传着 龙猫其实是死神的化身 而电影是影射著名的悬案 狭山事件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在西元1963年 也就是日本昭和38年的5月1号 家住日本奇遇县侠山市的女高中生 钟田善之 在放学回家的途中无故失踪 家人到学校找寻不到她的身影 结果没多久 竟然在家中悬棺 发现了一封勒索信 警方后来动用了大批的警令围捕 却让凶手轻松逃逸 没多久就发现了中田善之的遗体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警方发现了许多疑点 但随着疑点的出现 相关人员竟然离奇死亡 而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凶手 在入狱服刑31年之后 竟然成功脱罪 还获得了数亿日元的捐助 她的遭遇也被拍成了纪录片 而这个案件也由最原始的少女绑架奸杀案 变成了一场席卷全日本的政治事件 那为什么这个可怕的死亡案件 竟然和可爱的龙猫电影有关呢 到底网友是凭什么关联 觉得龙猫是在影射下山事件 又是什么论点 觉得电影是以下山事件 为动画灵感跟来源呢 在这里我整理了 网络上流传的几点线索 关键线索一 龙猫的动画背景地 为日本奇遇县的索泽市 在侠山市的旁边 而龙猫电影原名呢 就叫隔壁的Totoro 在影片中也曾多处出现侠山的地名 关键线索二 影片设定的时间是在昭和时代 时间是1953年到1963年左右 正巧与1963年所发生的侠山事件 时间相近 线索三 剧中姐姐名叫高月 在日本中呢 是五月的意思 而妹妹的名字 梅 这个发音呢 也跟英文的五月是一样的 她们的名字都和侠山事件有关 因为侠山事件发生的时间 就是五月一号 关键线索四 在影片里 姐姐十二岁 妹妹四岁 相加等于十六岁 和侠山事件的受害者 中天善之呢 所遇害的年龄一致 另外根据了解 龙猫最初的设定只有一个女孩 所以名字都是五月 这也暗示两个主人公 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原型 关键线索五 片头在一开始没多久 邻居小男孩 勘太成说 小梅的家是鬼屋 代表住进这里的人 都会有不祥的结果 关键线索六 在影片中 妹妹离家失踪 姐姐和村里的人 慌忙的寻找 并在田边的池塘里 捞上一只鞋子 而侠山事件的死者遗体 是在田间被找到的 但勒索信当中 写着 到池塘找你们的孩子吧 关键线索七 妹妹小梅走失后 她独自坐在一排 地藏王菩萨的雕像旁 这一幕让人认为 小梅即将死亡 关键线索八 高岳搭乘猫巴士 前往母亲住的医院时 姐妹俩 先后上了猫巴士 前往七国山医院找妈妈 中途经过的四个站 善民都带有死亡的意味 总生 长泽 山种 木道 而且当梅姐妹坐上猫巴士 在田间飞驰时 村里的人只感到一阵浮面的风 却看不见他们 关键线索九 都市传说指出龙猫是死神 只有快死去的小女孩 才看得见龙猫 所以梅姐妹在最后几目的动画中 脚下并没有出现影子 网友说 暗喻代表此时梁姐妹早就已经死去 关键线索十 影片中妈妈住的医院 叫做七国山医院 而在霞山市的霞山湖边 真实存在一间八国山医院 而它正是一间临终医院 线索十一 结局有一幕是小姐妹和毛巴士 在树上探望着住院的母亲 但父母亲却看不见他们 而且在妈妈抬头望向窗户时 只说我好像看到小月跟小梅 坐在那棵松树上对我们笑 这句话的感觉就像是在表达 对过世亲人的悼念 关键线索十二 龙猫的名字叫做多多龙 有一说是日本的三十多位山神之一 是守护森林的美好精灵 但另外一说呢 则是来自北欧词汇 透露鲁 透露鲁是挪威神话里的死神 关键线索十三 网友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在霞山事件当中 死者的姐姐中田美慧 曾留下一些古怪的证词 她声称自己见到了巨大的猫妖 而在动漫当中 也有一只巨大的猫妖 就是带着姐妹去医院 探望妈妈的猫巴士 因为有太多的细节巧合 让人觉得龙猫这部动漫 就是在影射被称为 霞山事件的绑架案 而且更巧合的是 官方否认的影射声明 发布于2007年的5月1号 而这一天 刚刚好就是霞山事件 44周年纪念日 也是死于16岁的中田善志 她60岁一旦 而这件发生在昭和年间的命案 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选案 为什么一个年仅16岁的单纯少女 竟然会在放学途中 无故失踪 警方抓到的嫌疑犯 为何在证据充足 且被判刑死刑后 竟然推翻了证词 并表明是被警察逼供 并且驱打成招 而且一度绝食抗议 已是清白 霞山事件明明是一件 少女招绑架的奸杀案 为何最后竟然演变成 日本政治的一场阴谋论 然后还在政治圈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 更诡异的是 霞山事件当中的关系人 包括嫌疑犯 亲属 朋友 医生 检察官 记者等等 竟然高达十多个人 离奇死亡 以及失踪 想要知道霞山事件 这桩著名的悬案 全部的故事跟细节 就请记得关注下一集的节目内容 我将为大家好好的解说 事情的经过 以及案发的悬疑点 节目最后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订阅跟收看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帮佳佳按下订阅跟分享 同时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提醒 您的善良举动 会给佳佳大大的鼓励跟支持哦 最近刚刚成立了频道的粉丝专业 请搜寻宠杯佳佳 欢迎大家上脸书 Facebook 帮忙点赞 冲冲人气 再一次谢谢你们的爱顾 下周好好的再跟大家分享故事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